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凭什么只说东道主呢 这要从春修时期说起 公元前631年 晋文宫崇尔纠集了一帮小兄弟 准备对郑国动手 原因很简单 郑国之前得罪过晋文宫 还不止一次 第一次是晋文宫当年逃亡路过郑国时 郑国看不起像丧家之犬一样的崇尔 很不待见 没有一礼相待 第二次是晋土争霸 郑国站在了楚国这边 虽说晋国还是取得了成仆之战的关键胜利 但对郑国战队的表现很是不满 晋国和秦国大军集结完毕 准备从北面和西面两个方向群殴郑国 虽说郑国也还有些实力 但两个方向作战明显是必败之局 为了瓦解秦进同盟 郑文宫派出了能言善变的主旨武前往秦国 主旨武巧妙的勾起 秦木工对秦 紧之间的矛盾的记忆 向秦木工分析了当时的形式 说明了保存郑国对秦有利 灭到郑国对秦不利的道理 充于说服了秦木工 这个故事就是左传里著名的主旨武退秦师 其中有一句主旨武说的话 若舍郑以为东道主 秦力之往来 共激发困 君亦无所害 郑国如果生存下去 可以成为秦国在东方道路上的主人 为秦国提供服务 秦国在陕西 郑国在河南 秦国在西面 郑国在东面 郑国是秦国东方道路上的主人 而秦国则是郑国来自西方道路上的客人 这就是东道主的来历 客人从西面来 主人是东道主 那么客人从南面或者北面 能不能称为北道主和南道主呢 当然可以 有什么不可以的 后汉书邓臣转 更是北都洛阳 以臣为常山太守 汇王狼返 光武自寄走行都 臣一间行会一句录下 自请从吉邯郸 光武曰 为卿邓臣以一村王 不如以宜郡为我北道主人 东汉的开国功臣邓宇 放弃自己在北方的地盘 主动投校光武帝 刘秀说你还是回到你的地盘 做我北方道路上的主人 两相互宴 这样对我帮助更大 魏书裴炎俊转 做得如主不为难的主人 六军风善 裴炎俊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北魏大臣 以政绩出色文明 裴炎俊有个堂弟叫裴重规 也是处理民政的一帮好手 担任咸阳王拓拔喜的主部 在魏高祖拓拔洪 一次自北向南的出巡中 裴重规的后勤接待工作十分出色 拓拔洪夸奖说 裴重规是南道主人 有了北道主和南道主 那么有没有西道主呢 宋朝人王毛在也刻从书中断言 左传中有东道主人 后汉书有北道主人 魏书有南道主人 史传中唯独不见西道主人之说 王毛的断言有些武断了 在唐宋时期 西道主的说法已经有了 唐代温大雅唐创业起居住卷中 仍命华先纪为西道主人 华大跃而去 宋代刘班的诗 《自江南将威先纪和府》中 有一句寄生西道主 好在四宗家 宋代王语称CH那刻的诗 继绣周峰十八历城童年中 有一句愿文入朝西道主 只看皇霸赵书正 我国县村最早的起居住 唐创业起居住 记载的 主要是李渊的事迹和讲话 不属于主流史书 比较冷门 密集也比较高 不是谁都能看的 刘班 王语称 王毛都是宋朝人 王毛是南宋时期的人物 刘班 王语称都是北宋人 所处的年代都早于王毛 但这毕竟只是两首事 流传度和正事不可同日而语 王毛不知道 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毕竟那时候没有搜索引擎 好吧 标题的问题是个坑 东道主 西道主 南道主 北道主都是存在的 只是东道主最为常用把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谢谢观看